1月29日 中共司法部法治調研局副局長江海濤 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截至2018年底 各地區各部門共取消證明事項6,000多項 黨媒新華社的報導 雖然沒有具體說明哪些證明被取消 但承認這6,000多項都是奇葩證明 報導還說 從去年9月到今年1月25日 司法部相關平台收到1,000多件民眾或企業 對證明事項的投訴 包括親屬關係證明 身份相關證明 婚譽狀況證明 無犯罪記錄證明 死亡證明等等 不過 就在消息公布的前一天 網路曝光 一名七群老人因養老金保險問題 被要求回鹽城市老家去開證明 證明自己還活著 顯示大陸的奇葩證明依然存在 而民間也再次翻出令百姓哭笑不得的證明 例如一名小伙子從廣西搬到紹興 當地派出所要他出具這樣的證明 另外 西化縣乳西加油站 因為名字中的西家的發音 類似西家被禁用 還特意開了證明 而深圳的朱先生因為遺產繼承 在街道辦開具親屬證明後 公正處竟然要求證明 街道辦開的證明是街道辦開的 很多人拿這個事情當一個笑話來談 那事實上在這些笑話當中 我們會看到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悲哀 一個正常的社會 一個有良好體制所操控的國家 他怎麼可能會推出如此喪失邏輯 毫無人性的證明來 熟悉中共本質的學者表示 奇葩證明發展成如此讓百姓頭疼的問題 有幾個原因 這並不是中共第一次整治奇葩證明 證明我媽是我媽 民眾開證明跑斷腿的冠儀現象 在2015年已經惹火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他公開批評並下令取消 但三年過去了仍然不見成效 去年9月 他再度批評奇葩證明 評論認為奇葩證明履禁不止 症結在於中共體制 百姓的頭上 所以政府部門的人員呢 根本就不在意這個代價是什麼樣的 他沒有必要去為百姓這樣去考慮 戶籍管理啊 到監控社會 再到開各種公民的證明 這就是他獨裁政權 社會專制的管控系統的一個表現 他虽然取消的優先多項證明 但是從根源上來說 只要存在這些原因現象 那他根絕不了 在一個缺乏誠信的社會 就算取消了奇葩證明 其他社會亂象還會滋生 那麼奇葩證明究竟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 體制要得到一個徹底的改變 就是說它必須在中國社會 應該出現一個民眾能夠監督的 能夠進行選舉制約權力部門的體制 就是才能解決這樣一個根本問題 那也就是說中共這種政權必須要解體 中共它確實執政無能也無德的 因為從根本上來看 這個社會必須以誠信為本 這才能消除這種現象 中共司法部這次聲稱 要在五年內徹底清除奇葩證明 但成效如何 還有待觀察 他將是太陽抗傷力部門的確實 認為對能不能效 went 所以為了解決 我們就可以統一又要合成 成功的護士 叫做火系的 為了解決 誠信的 於 仍然